丁总 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什么问题 我知道 在你心里呢 言下肯定比牧林山重要 但是如果 我说的是 如果穆麟山回来跟严夏争夺你 你肯定选严夏对不对 但是我得提醒你啊 你得防着严夏退缩 把你让给穆麟山 那要是严夏退缩的话 我只能选穆麟山 绝对不可以 你要选择穆麟山的话 那私人定制计划不就没戏了 你说这穆麟山也真是的 你就算要回来抢 也不挑个十击 你见过严禅 说实话 不然就取消私人定制 别呀 你要是取消计划 那我期许给思琪的将来 不就破灭了 那你最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就 就今天 我跟思琪 一大早就守在孝时光年 就想跟踪严夏 看看他到底跟谁见面 结果就看到 穆麟山跟严夏碰头 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吧 你说 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还是尽管其变吧 我跟思琪在家讨论了半天 丁文孝如果又回到了穆麟山身边 那萧氏光年的私人定制计划 不就无疑而终了吗 这说的也是啊 觉得不妥 所以 就派我过来跟你探探口风 我们就担心 你最后会回到穆麟山身边 那私人定制计划 不就无疾而终了 丁文孝 你绝对不可以因为穆麟山 而放弃了私人定制计划 严夏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反正我们在这儿 等也是干等 要不 去一探究竟 好啊 我也想知道答案 嗯 那就走呗 等等 不 等什么呢 万一啊 我是说 万一 现实太残酷了 接受不了 开什么玩笑 我堂堂男子汉有什么受不了的 倒是你 别受不了就行 好 我们现在就去 面对你的将来 嗯 走你 什么 删减预算 信木的定位已经在那里了 如果删减预算的话 只能走回终端路线了 这岂不是让迪埃难堪 王西则是想并够心目 让雨薇的设计团队进入 以达到她的目的 如果我真的想制止她的阴谋 我们就要找出 受过迪埃的神秘人 来和她抗衡 各种消费 林山不想我为了�木 失去私人定制 所以把所有的设计稿 都还给了我 我尊重你的决定 毕竟萧氏光年 是你父亲留给你的 我知道 这个私人定制计划 是你为我量身打造的 任何人都无法取代 这是唯一可以让萧氏光年 发扬光大的机会 对我来说 是个很艰难的抉择 但我还是决定 把它给予敌哀 我要和你一同感受 失信的感觉 怎么了 将来没了 希望破灭了 看吧 我就说你会受不了的 我是受不了 我就一宿快递的 我把所有对你的期许 全部都寄托在私人定制上 小龙没有能力给你一个家 我能不耐受吗 任须 你能这么说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哪里有你 哪里就是家 我爱死你了 任选你放开我 我怪死了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我抱轻点 请问刘董 您之前持有的低埃股份 失出的时候 是被哪家公司收购的 这个我不能说 我知道这是商业机密 但如果您不告诉我 DI就有可能被雨薇收购啊 DI是否被雨薇收购 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在乎的只是我的投资利益 不过我可以透露一点信息给你 这家公司的实力 想要收购十个DI和雨薇 都不成问题 陆青 慕总监在忙 在的 能不能帮我通报一下 通报什么 我给你刷卡 你直接进去找他就好了 言下 你这是 答应你的事情 就绝对不会食言 可 这是你的私人定制啊 文孝同意吗 丁文孝尊重我的决定 至于私人定制的设计稿 我可以重新再画 延后再执行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是信木 你知道自己的工作支撑吗 设计师 很好 那我就不用多说明了 听说你在这里 每天只上五个小时班 是 今天必须完成你的工作室 在下班前 交五份设计完稿给我 五份 网稿 三个月的试用期 如果第一天 你都完成不了工作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卷铺盖走人 我可以 三个半小时后 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你这种伪善的白莲花 有什么资格勾引我的男人 想接进入DI勾引丁文孝 想飞上枝头变凤凰 想骗过所有人 但是骗不了我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别装了 在网上故意散播那些 强往文孝的照片 奢望能得到什么好处 你想都别想 我告诉你 他和我有婚约 你最好不要纠缠他 否则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的一些设计 竟由新设计师 阎夏改良后 达到了上季的标准 这反而 让丁总 对我的设计产生了质疑 所以 我想跟阎夏 来场设计的比赛 让大家来决定 下一季的设计稿 丁总 如果迪埃想真正上市的话 决策就不能动摇 谁输了这次比赛 谁就离开迪埃 LM已经正式终止 跟迪埃的合作了 迪埃这季的产品 也全部滞销 丁文啸的总裁位置 也有可能因为你 而不怕 要不是你给文啸 灌输思想 让他以为 就你这破手艺 可以帮迪埃上市 他也不会有 现在的麻烦 如果不是你 调解我的设计 丁文啸也不知 抄袭者是你 我只是以笔之道 还施笔身 像你这种小裁缝 就只能给渔村的 老头老太太 修补修补衣服 根本就没有资格 登上时尚的舞台 你可以侮辱我言下 但你没有资格 侮辱萧氏光年 我没必要跟你争执 因为 事实证明一切 严下 我真的不知道 说什么好 那就什么都不要说 牟总监 你要不要 马上召集设计部开会 我来说明一下 我的设计理念 好 我马上通知蔡宁 我说你跟严下 你们两个人 到底是多量大还是缺心眼 那么不计前嫌地帮助别人 比起言下 我还差那么一点 夸起自己喜欢的人 脸都不红 说正经的 迪爱集团现在状况可不乐观 你真不打算回去帮忙 我想帮 但是我帮不了 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 说实话 真实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清楚 要想解开谜底 只有许莫辰的父亲了 爸 我已经尽我一切的努力了 可是还是挽救不了迪爱 我真的好后悔 后悔之情 做的那些事情 我这 爸 你醒了 门 眼下 听完你的设计理念 给了我很多新的启发 如果当初 我早点接受 爹上市的任务 温孝可能早就完成了 也不会到了今天 好了 牟总监 你也别自责了 这世界上很多事情 冥冥之中都有安排 只有经过历练 才能使自己更加强大 你知道吗 以前呢 我也觉得当个设计 是特别简单 后来才发现 并没有那么容易 特别是总监的位置 不管怎么样 我都诚心地感谢你 感谢的话 等西木成功了再说 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牟总监 需要我的时候 别客气 牟总监 加油 就算用了严下的帮忙 在伸减预算的情况下 心目也很难成功 喂 墨尘 什么 许叔醒了 好 我马上去医院 蔡宁 对于严下的设计稿 你尽快处理一下交给我 嗯 牟总监 您不参与吗 我还有其他事情 你尽快 别耽误工期 好 牟总监 现在信木 有可能随时换人 王总 这招删减预算 可真是够狠哪 那也得有你的配合 才行 许墨尘 看来是没戏可唱了 许墨尘过不了多久 就会打白旗投降 这个仇 也算暴露 王总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来谈谈 雨薇和我的合作 没问题 我马上让公司 来拟定合作计划 你的品牌 进攻中国市场 由我来负责 雨薇的海外 由你来带 咱们争取双赢 徐叔醒了 说不定 信木就有希望了 莫辰 徐叔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正在进行检查 您是病人家属吗 是 他是我父亲 经过检查 病人的精神状态良好 但是经过长期的昏迷 肌肉呈现萎缩 目前行动有些不便 不过这些 你不用太过担心 只要天天坚持做复健 情况就会好转 不过现在 最好先别打扰到病人 他需要多休息 谢谢大夫 谢谢啊 我帮你 牧尘 太好了 徐叔醒了 说不定可以解决 现在迪埃的问题啊 我不希望父亲刚刚醒来 就要命令我给迪埃 造成的危机 让他再受一次打击 可是逃避不是办法 终究要面对现实的 如果徐叔问起来 迪埃现在的状况 你却瞒着他事实 失去了挽救迪埃的机会 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打击啊 太简 我们已经将 沿下的设计整理好了 经过筛选 这些是和牧总监设计理念 比较吻合的 只要牧总监通过 我们设计部就可以立刻动工 嗯 好 辛苦了 我去通知牧总监 喂 蔡宁 牧总监 我们这边已经将 沿下的设计稿 筛选出了方向 就等您确认 好 我马上回公司 莫辰 我先回趟公司 蔡宁他们 已经将沿下的设计稿 筛选出来了 等我回去确定后 我再来看你们 凌珊 麻烦你了 应该的 我先走了 我现在感觉无比的轻松 我怎么觉得你的痛苦 刚刚开始 为什么 你不会忘了吧 要我提醒你吗 消失光年 私人定制计划 从明天开始 摒弃杂念 全新投入 是 我一定全力以赴 熬夜追赶进度 全力以赴没问题 但熬夜加班 绝对不可以 你不用担心 我是打不死的小强 我要的不是小强 我要的是炎夏 我是私人定制的发起者 所以你必须听我的 三 二 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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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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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的 他在年会秘密多久后 就过时了 什么传承 传统 如果业绩上不去 一切都是废话 你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啊 还坚持什么传统手工艺 如果出不了货 那就是违约 会让我们所有的员工饿肚子 到时候我们的工厂也会倒闭 我注入资金帮你 是想救这个厂子 希望这个厂子还有明天 只有我们这个服装公司上市了 才能对得起所有的股东 听我一句 公司上市以后 你要坚持你的什么传统手工艺 我绝不反对 但是你要明白 只有上市了 我们才有自己真正的品牌 去世了 后来迪爱 就由文晓接手 继续完成迪爱上市的计划 但是我不甘心 您亲手创办的迪爱落入别人手中 所以 演出 腾上的 声音 请 铁医院 他 是 详细 我 行 详细 好 那 希望你尽快发表 合作愉快 牧总监的斗篷射箭 我想 鱼很快就要上工 你不怕 丁文相会查到你身上 放心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就算查到 也只能查到 慕灵山的身上 只要慕灵山自主离开迪爱 你们才有合作的机会 灵山 要解决设计外系的风波 再度达成和LM合作 有什么方法 将之前的设计全部删除 重新设计 发布会已经迫在眉睫 那文肖为什么 把设计部的工作停止了 你有想过吗 把你推向国际 只不过是障眼法 你 只是他在商场上的一枚棋子 他真正的目的 是炎夏 我问你 LM最看重的是什么 工 工艺的品质 这不正是炎夏的强项吗 你所做的努力 全都会被炎夏取而代之 丁总 我慕灵山 今天正式辞去迪爱设计总监一职 你离开迪爱 是会给迪爱造成重创 但是如果炎夏的设计 发表成功的话 你所做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我不接受录次的方式 可以 那就换一个方式 让剽窃者 尝尝被剽窃的滋味 凌山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宇威集团的王总 牧总监 久仰大名 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 直接进入主题吧 王总呢 想在旗下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品牌工作室 全力为你打造 属于你慕灵山的个人品牌 但唯一的条件就是 打败迪爱下一季的新品 牧总监辞职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公司还没有下单人事命令 如果上面统一牧总监离职 那我也马上逆上辞职 蔡宁 如果你是为了牧总监好 就先不要辞职 他将来能否回敌哀 还需要你的帮忙 需要我做什么 很简单 让炎夏 也尝一尝牧总监的感受 明白了 送你一份礼物 以彼之道 环师彼身 是击溃敌人的最好办法 这是最有效 也是最有把握的办法 听说 设计部的同仁集体辞职了 丁总 是不是有这回事啊 的确 在两个小时前 那你怎么不通报董事会 还是 你想隐瞒什么 我并没有想隐瞒什么 我只是在想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那该怎么处理呢 丁总 请大家放心 下一季样衣的设计 明天就能完成 设计部集体辞职 并不会影响这次的发布 既然丁总这么有把握 那如果 我带领我的团队 也一起请辞呢 徐某辰 你别忘了 迪安也有你父亲的心血 我从未忘记 这一点我时刻铭记于心 就算我辞去公司模特的职务 我依然是迪安的股东 我只是想追随我的设计师而已 不可以吗 各位股东 我会尽快提出辞职 相信你们还有很多事要讨论 我就不参与了 所以我用了卑劣的手段 将文霄赶出了迪安 也将他 迪安所有的股份 全部请出 切断了 与迪安的一切来往 这样我就可以 夺回主导圈 可是 却因为我的能力不足 决策失误 我改变了文霄之前的经营模式 所以 所以才导致迪安现在 现在面临被宇威集团并购的围棋 爸 如果我主导的戏幕要是失败了 那么迪安球 却会永远在商场上消失 却永远在商场上消失 却永远在商场上消失 您不怪我 我不怪你 都是我的问题做成的后果 莫辰 我 待会儿直接玩笑 我 温 温孝 许叔 你醒了 喂 墨尘 你和许叔去哪儿了 我带我爸来萧氏光年 找温孝 那许叔一定是想劝温孝回迪埃 如果温孝真能回迪埃的话 迪埃就有希望了 我不确定我爸是否能说服温孝 但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误会温孝 还有他夫妻 他并没有想抢占敌爱 我昏迷了这么多年 当我醒来 眼前的起雾 也不是我记忆当中的样子了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我完全跟不上脚步了 我非常感谢 你父亲当年的执着 年轻人物 要不然 在我醒来的这一刻 地爱 早已经就不存在了 我很感谢他的坚持 同时 我也很遗憾 没能当面谢谢他 谢谢他 当年在我困难的时候 及时地注入资金 使地爱能够重新地运转 并且扩大了规模 而我却错误地坚持 固执坚持自己错误的理念 给磨尘造成了误会 我以为 你父亲和你 是为了争夺迪哀的主导权 文笑 叙叔 待磨尘 向你道歉 叙叔 其实我并不怪磨尘 您毕竟也昏迷了这么多年 我父亲他也有责任 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这个错 我必须要替他承担 归还地爱 也是应该的 文笑 我真的替你爸妈高兴 他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感到骄傲 迪哀是我的原创 如果没有你爸爸的经营 和你承接迪哀上师的目标 迪哀可能早就不存在了 迪哀 有着我和你父亲的心血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毁在我错误的执念里 所以 微笑 叙叔有个不情之情 请你挽救迪哀 叙叔 其实我 叙叔有个希望 希望 希望能够在我有生之年 看到底还有新的开始 就当 就当替我还你父亲一个道歉 来 莫辰 我还想见一个人 爸 我怕您体力吐之 这不重要 我必须替你犯的错 寻找 挽救的机会 你要见谁 温少波 林贤啊 你才刚刚醒过来 你应该多好好地休息 如果你想见我呢 就叫莫辰打电话给我就行了 他 在你握冰在窗之后 丁叶呢 也渐渐地做了一些改变 安置了当初在救工厂的那些裁调的员工 由他的团队来执掌 来执掌地埃 在时尚界撕开了一个口子 帝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他一直在念叨着 但是又怕刺激到你 他对你一直心存愧疚 他也一直希望能够在你醒过来之后亲眼看到帝爱上士 直到他劳累过多就突然地离开了 这些我从莫辰哪儿已经了解到了 本来他走的时候以为帝爱从此就要画上句号了 没想到文孝这个孩子从国外回来 他刚接手的时候 凭着他自己坚持的信念 带领帝爱走到了今天 我这个儿子犯了这么多错误 痛了这么大的娄子 都是当初因为我太固执 只注意自己的想法 给他造成了误会 导致他做出了种种的错事来 我这个做父亲的自然会出来 卖卖这张楼脸 请你这个朋友出来 帮着帝爱 帮着帮着帝爱 帝爱现在的资金实在是有限 信慕的成败 又关系着整个帝爱集团的命运 我们过去已经投入太多了 如果再追加预算 恐怕现有的资金链难以维持啊 所以我不得不考虑 与为的并购案了 起码还能确保 帝爱继续的存在下去 是否有的资金链难以维持 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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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为并购 未必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朋友 你就帮我拖延一下董事会的召开 避开跟这件事的任何交集 王熙泽那一块 他也只能尝尝独角戏 总之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在这个时间之内 给你一个交代 来 微笑 你看我设计得怎么样 设计大胆前卫 但是好像有点不实用 设计讲究的是一种潮流 如果太强调实用性的话 就失去了引导流行 行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试试看喽 好 你说 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 是专属设计师交流的空间呢 你有什么想法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打造一个既凉快 又舒适的时尚圣地 让独立设计师们 在里面畅所预演 这个想法不错 还要加上我们的冰激凌计划 嗯 这个点子好 等到DI完成上市 我们就一起完成这个梦想 嗯 拉钢 嗯 文笑 你看 这是我融合了你的想法 画出来的冰激凌冒险计 Wedda 这些了 冰激凌徒 是